苹果电脑这个东西呢 它没什么用 但是好用 无论是外观尺寸 还是类似 都一模一样 都是指纹解锁带Touch吧 但是这一台可以买这个两台 所以不管是买机器也好啊 还是找男女朋友也好 都不能只观看外表 那么他们有什么区别呢 像20款以前的这种 其实没什么区别 甚至我们卖的时候价格的只看内存和橙色4000左右 而20款开始就用了m系列的芯片 不是说m芯片它有多强多强 就我而言日常办办公剪剪视频 其实没什么区别的 实际其身最直观的感受就是续航 苹果电脑本身就是续航奇迹 而m系列的苹果电脑更是续航神话 然后就是一些做ios开发的程序员 像他们用m芯片的话就会更湿滑 苹果电脑这个东西呢 它没什么用 但是好用 甚至就对于我的日常工作和生活而言 已经成为了不可替代的一部分 像我下面这台顶配的windows 也只有偶尔打打游戏的时候会开一下机 我想我的意思已经表达的足够明确了吧